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6号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回事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昂跑的服装业务增速到底有多快 为什么现在食品行业出现了百亿美元级别的并购案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 我们要来回复一位听友Jeremy 关于元气森林问题的投稿 他说记得之前元气森林这个品牌非常火 但是最近逛便利店的时候却发现 很多店里都找不到元气森林气泡水这款产品了 所以他很想知道元气森林这个品牌 为什么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确实成立于2016年的元气森林 一度被称为中国饮料界的一匹黑马 36克指出元气森林在2018年 推出了主打灵塘灵芝灵卡的气泡水 刚一上市就成为了热卖产品 凭借着气泡水 元气森林在五年之内 就把公司的营收做到了70亿元 而为了实现同等规模 康师傅却用了10年 不过就像我们的听友Jeremy所观察到的一样 在创造了一系列的增长神话之后 2021年 元气森林气泡水的销量愈冷 销售额增长率下滑接近40% 经销商们也纷纷表示 元气森林卖不动 他们也不愿意再进货囤货了 那么元气森林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黑马品牌 突然之间就淡出了消费者的视野呢 今天我们的咖啡豆就会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 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腾讯第二季度游戏收入增长 8月14号腾讯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腾讯二季度的收入超过了1600亿元 同比增长8% 国内外游戏市场的收入都有9%的增幅 国际游戏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吃鸡游戏和Supercell旗下的游戏 国内市场主要靠的是手游地下城与勇士的发布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地下城与勇士自5月份发布以来 连续4周位居iOS平台收入榜首 发行之后41天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达到了55亿元 腾讯表示 这款游戏成功地吸引了数百万IP粉丝的回归 并且有效地留住了大批玩家 也有希望成为下一个长期热门的游戏大作 另外苹果公司此前想要对微信小游戏的收入进行分成 腾讯首席策略官表示 他们正在和苹果进行协商 财新的报道显示 微信小游戏越火用户当前已经超过了5亿 正在为腾讯增收 而且从行业整体来看 小游戏的营收结构 已经从广告转变为应用内购买付费 苹果宣布向第三方开放iPhone NFC功能 8月14号苹果公司宣布 将会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iPhone的NFC功能 也就是Apple Pay和苹果钱包所使用的技术 Ted Crunch的报道认为 苹果对iPhone NFC功能多年以来的限制 一直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调查 这导致苹果最终决定在欧盟开放这项技术 除了欧盟 苹果表示还会在美国 英国 日本等等地方开放NFC功能 苹果开放NFC之后 除了支付领域 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利用这项技术 实现车钥匙 门锁钥匙 会员卡和门票等等多种不同的功能 不过这项技术可能需要开发者向苹果付费 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为了寻求新的收入来源 苹果公司正在研发一个 把iPad显示屏和机械臂结合在一起的设备 这款设备既可以作为智能家居的中心 也可以用来进行视频会议 这个项目在2022年获得了苹果高管团队的批准 但是最近几个月研发才开始加速 昂跑亚洲市场增长超过七成 8月14号 运动品牌昂跑公布了 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在截止到6月底的三个月时间里 昂跑的净销售额同比增长28% 达到6.5亿美元 净利润增幅更是接近10倍 今年以来昂跑的股价更是上涨了50% 超过了耐克 阿迪等等竞争对手 昂跑在美洲和欧洲市场的增幅都在20%以上 尽管亚洲市场是昂跑最小的市场 但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带动之下 昂跑在亚洲的业绩增加了74% 彭博的报道显示 在鞋类产品之外 昂跑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推广 他们的高端运动服装 比如80美元的登山T恤 和290美元的冲锋衣 昂跑服装业务上个季度的增幅超过了六成 晚点的分析认为 昂跑自创立之初就签约顶级运动员 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草根营销 并且在不同的市场建立跑步社群 在疫情期间其他品牌放慢的时候 昂跑抓住机会迅速扩大了规模 8月15号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户外品牌交下最近进行了内部调整 有多名员工证实公司裁撤了品牌部门 公关员工全部离职 市场部并入了销售部 交下成立于2013年 他们是以防晒产品起家的 2022年交下两次在香港提交招股书 但是都没有成功 有业内人士认为 交下这次部门裁撤 可能和IPO无望有关 界面的分析认为 交下在2023年宣布 轻量化户外的品牌定位 并且开始拓展产品组合 然而随着防晒服饰行业增速放缓 和竞争的加剧 交下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食品巨头马氏收购品克薯片母公司 根据CNBC8月14号的报道 全球食品巨头马氏公司宣布 将以360亿美元的现金 收购旗下由品克薯片和 Cheese It 饼干等等品牌的制造商 Kelanova Kelanova是古物和零食公司 加勒市在2023年分拆出来的食品业务 去年他们的净销售额超过130亿美元 这笔交易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收购 马氏CEO表示 这次收购是为了打造更加广泛的 全球零食业务 两家公司在地域上有互补优势 马氏在中国业务比较大 而Kelanova在非洲拥有优势 CNBC的分析认为 在高通胀的背景之下 消费者开始减少零食的支出 很多零售商也推出了自由品牌的食品 另外美国斯美格鲁泰减肥药的流行 也影响了零食的销量 有分析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 最近食品公司的销售增长放缓 股价低迷 为新一轮的行业整合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这起收购案 很可能也会面临着反垄断的审查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 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我们的听友詹姆向我们投稿说 他最近在便利店很少看到 元气森林气泡水的产品了 他想知道元气森林这个品牌 为什么很少见了 其实2021年我们早咖啡就做过一期 关于元气森林的节目 当时的元气森林是创立五年 就估值140亿元的新消费独角兽 正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 他们当时除了做饮料 还要进军侵蚀等等领域 界面新闻的报道也显示 2018到2020年 元气森林的销售额增长率 都在200%以上 最高的时候可以超过300% 但是到了2023年 元气森林的业绩 却只能够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狂标式的增长缓慢下来了 那么曾经凭借 灵塘灵芝灵卡气泡水大火的元气森林 为什么现在风光不在了 原因之一 无糖市场壮大 代糖饮品欲冷 根据晚点的报道 气泡水是元气森林的核心产品 而气泡水指的就是 添加了二氧化碳的水 口感和碳酸饮料比较类似 2022年元气森林 80亿到90亿的营收当中 气泡水就占了70%以上 36颗的报道显示2018年的时候市场上还很少有无糖的碳酸饮料 而元气森林就是看到了这个缺口 推出了以灵糖灵芝灵卡为标签的气泡水 作为碳酸饮料低热量版本 强势切入市场 然而元气森林气泡水所说的灵糖 并不能够和含糖量为零 直接划上等号 界面新闻指出 元气森林气泡水的甜味 其实是来自于代糖 赤险糖醇 它是一种天然代糖 在进入人体之后不会参与血糖代谢 也就不会产生热量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代糖是完全健康的 有专家向澎湃新闻指出 如果单纯的和含糖饮料相比 代糖饮料确实能够防治肥胖 但是如果和水相比 代糖还是会在大脑中产生兴奋的作用 从而让消费者摄入更多的高热量食物 另外去年7月最常见的人工代糖之一阿斯巴田 还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可能致癌物 尽管元气森林表示旗下的所有产品都不含阿斯巴田 但是36科的分析认为阿斯巴田风波 仍然放大了消费者对于代糖饮料健康性的质疑 同时伴随着代糖争议 国内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更加的重视 饮料生产厂家也开始热衷于让配料表更加的干净 进而实现真正的无糖 尼尔森的数据显示 去年急饮茶超越了碳酸饮料 成为国内饮料市场销售额第一的品类 而在无糖饮料当中 无糖碳酸饮料的增速也下滑了22% 代糖气泡水的品类红利也正在消退 无糖茶则沾上了风口 36科还指出所谓的零糖零汁零卡气泡水 在喝下去之后 嘴里仍然会有甜腻的回甘 但是无糖茶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一旦喝惯了无糖饮料 就很难再接受其他含代糖的饮料了 不过界面新闻也认为 目前的元气森林专攻代糖饮料的品牌定位 已经定型了 它们再向无糖茶方向做出调整 市场接受度一般 并且在无糖茶的领域 农夫山泉和三德利这两个品牌 在市场份额上 具有绝对的优势 元气森林仍然缺少无糖茶的代表产品 原因之二 产品数量多 缺乏品牌力 36克认为元气森林早期的推薪速度并不快 2017年 元气森林的主力产品只有果茶和燃茶这两款 2018年新增加了气泡水 口味也只有三种 但是2019年之后 气泡水的走红 让元气森林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两轮融资 上新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目前元气森林的官网显示 它们的主力品类有八种 包括气泡水 奶茶 电解制水等等 再加上这些品类下面又有多种口味 新品的消费者认知度并不高 界面新闻认为 元气森林的产品逻辑 是在所有可能爆发的赛道 先布局产品 把市面上主流的饮料种类和饮料口味都做一遍 但是它们再也没有能够培养出 接班气泡水的第二个超级单品 澎湃的报道也显示 元气森林的研发走的是快速试错的路子 内部平均一两天就要做一次口味测试 研发周期控制在三到六个月 快的时候三个月就出产品 而传统饮料公司的研发时间 一般是在一年左右 晚点的分析认为 元气森林快速的产品迭代速度 和创始人的互联网基因有关 元气森林团队的设置 也沿用了互联网公司的概念 比如2023年以前 元气森林的产品设计孵化 以及产品推出后的市场推广 都是由产品经理来负责的 而像可口可乐 宝洁等等成熟的快销品牌 他们都会把产品经理和品牌经理的角色 区分开来 由专业的品牌操盘手 来负责广告投放和营销推广等等 虽然可口可乐一直没有改变味道 但是消费者依然能够记住 可口可乐欢乐的品牌形象 相比之下 元气森林创始人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 元气森林的品牌主张是平淡是真 但是消费者的感知 却还是集中在 灵糖 灵芝 灵卡的功能性上 晚点指出 随着气泡水 燃茶 外星燃电解制水 等等核心产品日渐成熟 元气森林更需要的是 稳定强烈的品牌输出 而不再是仅仅靠着不断推出新口味和新产品 来打动消费者 原因之三 忽略了传统经销商 元气森林早期以互联网新型饮品公司自居 在销售渠道上 信奉的也是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思维 元气森林的创始人就曾经多次提到 产品为王 而非渠道为王 根据澎湃的报道 2016年到2018年 元气森林崛起的时候 最为核心的渠道是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 而那些拿货不多 也没有太多压货预算的夫妻店 以及县城市场一度被他们忽略 但是数据显示 传统的杂货店和超市 才是国内饮料销售渠道中占比最高的部分 少了传统经销渠道的流通 元气森林在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区域 存在感就比较低 但是随着北上广深等等地方市场的增速放缓 元气森林又不得不面临拓展下沉市场的压力 36克指出 从互联网公司起家的元气森林 想要打开三四线市场 无论是在渠道策略 团队构建 还是经销商开发管理上 都需要不断地摸索和磨合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2022年前三季度 元气森林的经销商体系 取消了大区制 改为省区制下的单项订单模式 这种模式并不需要真的把产品 卖到消费者手中 只要送到经销商的库房里 就算作是公司的销量 36克的报道显示 元气森林会在经销商不知情的情况下 直接把产品送到经销商的库房 来完成销售指标 而那些卖不掉多余的货品 就会对经销商形成库存压力 这让各地的经销商们都不愿意 再和元气森林合作 而且缺少大区制度的统一管理 也出现了各个省区的价格体系混乱的情况 部分省区还出现了利用 不同区域价格差 来跨区销售牟利的现象 2022年底 元气森林创始人向经销商道歉 还对元气森林的销售体系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重启大区模式 将经销商拿货制度 更改为双向订单确定模式等等 不过元气森林 是不是能够转型成功 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所以聊到这个话题 也想来问问你 你现在还会消费气泡水吗 你最近一次购买元气森林 是什么产品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如果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些什么样的有趣新发现 别忘了分享给我们 可以通过我们的咖啡豆方式 向我们投稿 投稿链接 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当中 直接找到 好了今天的早咖啡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下周一 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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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